到台灣之後 所有台灣人這些權利都沒有了 不要再說台灣憲政在台灣實施後 這些權利都沒有了 因為一直所謂的臨時條款 而這個臨時條款 竟然實施了38年 是破全世界紀錄 臨時這個臨時Temporary 不只... 38年 到1991才... 應該是40年 你想想看 這是何等的可惡 也就是說 動員看到時期超越憲法 是啊 你想想看 基本人權 這是在全世界各國的憲法 都會列在裡頭 表示對人權的尊重 那是基本上是天賦人權 是 你用一個臨時條款壓制 讓台灣人沒辦法享受 他的天賦人權 結果到後來 因為社會壓力越來越大 你想想看 你說中立事件 它其實只是因為壓力鍋要爆開了 那種噴噴噴這樣嗶嗶叫了 對不對 接下來一些 包括美麗島事件很多非常多 這東西只是社會的壓力鍋會爆炸 蔣經國在嘛 蔣經國在 所以他把這個鍋蓋掀開 他的目的是在維繫國民黨政權 不是在讓台灣人民自由 同樣的他宣布戒嚴 也不是在對抗共產黨 是在維繫他在島內的控制權 統治權 是怎樣 那個來救所謂的 國民黨自己承認的 那戒嚴剛開始四五年裡頭 抓了四萬個台灣人 四萬個台灣人被關押 其中有八千人被槍斃 你想想看 這些人跟共產黨什麼關係 真正跟中國跑過來那些 所謂的外省人共產黨 他以所謂的共產黨的名義 抓去清掃 兩三千而已 所以你看 他那時候是在抓台灣人 關台灣人的目的只是在 你不能反我國民黨政權 所以他戒嚴的目的 並不是對對對上共產黨 是在對付台灣人 結果他可以把它說到說 我們是保護你 我們是保護你 免於共產黨的統治 這種翻雲覆雨 指揮為一擺的 國民黨的工夫厲害 說是我們台灣人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我說 另外最重要是共產黨 不過我們再來看 這種邏輯 跟馬英九這本書一樣 馬英九這個邏輯 繼續 你來看這個邏輯 台灣自由自由主義思想 還真是拜國民黨政府的 大遷徙跟自由中國之刺 他現在說國民政府帶來的自由主義 成為反動運動思想的啟蒙者 夭壽 也就是說現在民進黨的思想啟蒙 是國民黨國民政府出來的 他們最近不是在吹捧蔣衛水嗎 蔣衛水難道不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啟蒙嗎 台灣民眾黨的主張 不就是跟民進黨後來的主張 是幾乎是如出一策嗎 你想看看他們現在說 連自由主義都是國民黨政府帶來的 他卻忘了他自己打自己 他現在說蔣衛水台灣民眾黨 他去參加那個活動 但是現在來看 他忽略到其實在日治時代 很多台灣人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民眾黨 這些都已經在台灣立下了一個 民主化的基礎 一個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礎 竟然可以把它指揮 你看這個人其實 我知道了 這個叫做中國文化 我說這個 共產黨第一名 他們這第二名 你剛才說國民黨老片 我是引述李老師的書裡面 我看到一段文章覺得很好笑 這是真的 這李老師講 他在講說 其實啦 金戒祖要做國大代表 他說金戒祖 他幾萬票 他10萬7272票 當選為鳳化縣的國大代表 我們現在想要了解喔 那個時候 通在台灣的國大代表 選總統的嘛 那是在中國選出來的 那補兵而已 其實那時候東北 已經都是共產黨佔了 我說選出來 那叫李老師引述這個文章 老實說那些阿薩布魯 你知道才好 這阿薩布魯在通在台灣 他說 蔣介石當選國大代表 但是呢 他發自杭州的中央社說 蔣主席放棄奉化國大代表 競選之後 他其實沒要選啦 但是候選人 應該是由王正妍地捕啦 但是這一次選舉的結果 選民啊 仍然一致選蔣主席啦 而且喔 那個王正妍沒有得到一票 這個喔 連他本人就沒得到自己就對了 你要相信嗎 哪有可能啦 我相信我相信 因為到了二十世紀 這伊拉克那個海山一樣 他沒有 都從來沒有競爭者 而且幾乎都是競爭 人家是有競爭者啊 有競爭者啊 你既就你也會自己 帶給他一票 你有感受嗎 你有感受嗎 你的感受也會帶給他 帶給他一票嗎 這種是一種 世界委人啊 蔣介石是世界委人 蔣介石 他在早期是什麼情形 我們台灣的部署有介紹 這樣喔 台灣新聞報 台灣新聞報有介紹 他說 這是日本時代的部署 日本時代 江河慶年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 他說 民國二十年的九一百四驚 是因為蔣介石要付席 所以他在這間四驚後 露台 他說因為蔣介石獨裁的性格 引起廣東等地各地的軍隊的不服 但是他最好說 雖然他暫時下台 但是以他的勢力 不久將重登勢力在獨台上 我們台灣人那時候都在觀察 都在觀察 我現在要跟大家說 第一 那個國民代表 在中國選出來那個阿薩布魯你知道嗎 做票做出來嘛 而且有很多 沒有代表性嘛 第一點 第二點你敢相信說 有那個投票的民主的結構 競然這個人就十萬七千幾票 這個人沒有半票 在台灣選舉 也不可能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我是 他這個結果就是說 他是做票的結果 有狗騙嗎 真的有狗狗騙 所以他剛才睡醒那裡 他就拿新台灣新民報給大家看 現在所以我們要來看 國民黨他說 我們是中華民族同胞 結果他來跟台灣通敵 到底要讓台灣人扮捕捉嗎 是 怎麼日本通敵台灣 競然台灣有捕捉 怎麼來看待 對這個東西的控制影響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討論 先休息一段廣告 謝謝大家 請坐 呃